罗马被自己的军队给灭了 这些年的美国也跟古罗马越来越像 几乎所有的强国到最后全部空心化 最后无一例外的都会变成高利贷帝国 古巴导弹危机 美军就学会了一个碰瓷的毛病 艾森豪威尔大发雷霆 提醒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 医保体系满世界告诉你啊 你有病 军工复合体满世界找敌人 华尔街资本的共同原则 生意第一国家第三 那第二哪去了 看到这期节目的题目 可能一些小伙伴要说了 博主你这是要唱衰美国啊 当然不是 这些年对于美国地位下降 遭到后起国家挑战这件事 反思最多的无疑是美国自己 本期节目的论点和观点 绝大部分也是来源于 这些年看到的 美国国内的图书和社评节目 博主先摘一段 美国畅销书里面的内容 当美国民众抱怨道路建设 和维护花费了太长时间时 政府往往会这样回答 罗马不是一天现成的 显然 人们忘了将这句话告诉中国人 到2005年的时候 这个国家每两周就可以建造出一个与今天罗马面积相当的城市 在2011年至2013年间 中国生产和使用的水泥都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产量和使用量 2011年一家中国公司只用了15天就建成了一座30层的摩天大楼 三年后另一家建筑公司在19天内建造了一座57层的摩天大楼 事实上中国仅用了15年就建成了相当于整个欧洲住房存量的房屋 而且美国人众多反思中有个观点这些年有为突出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军工集团和华尔街绑架了美国 让美国陷入了三场战争 打烂了三个国家 打摔了一个美国 养肥了军工系 甚至在电影里面也总出现类似的情节 19年的大片 全球风暴中 反派狂人说要让美国回到1945年 因为1945年的美国是有银行的国家 现在的美国呢 是银行建了个国 而且知名美剧反恐24小时里 想毁灭美国的两股势力 一股是海外仇恨美国的中东邪恶势力 另外一支 就是想在混乱中牟利的国防承包商 那部电视剧让很多美国人也震惊 国防部开发武器和装备的这些承包商 竟然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 而这些商业组织正是军工复合体中的一部分 首先要说 什么是军工复合体 这玩意儿中国人提的比较少 但是在历史上非常常见 一般说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军事工业集团 军人们 国会里的相关大佬们结成利益同盟 倒也不一定这伙人真去开小会搞阴谋 但是共同利益去使他们去做一些有利于他们自己 但是不利于国家的事 这就是军工复合体 事实上军工复合体的历史要远远久于美国 早在古罗马时期 第一个军工复合体已经面世了 古罗马一直以来都有个大问题 就是没钱 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 人类一直在用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 比如中国古代主要是用铜 后来日本发现了大规模的银矿 美洲白银也流露中国 中国直到明清才把官方交易货币定为白银 古罗马也一样 黄黄大罗马起源于意大利半岛的一个村 当时主要是用铜作为交易媒介 那时候罗马还不是个帝国 只是地中海沿岸无数个部落之一 一开始大家在种地 后来吞并了周围的村子开始膨胀了 后来越来越大终于走上了武装打劫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贸易扩大了嘛 要去外边做买卖了 有点像你拿着人民币去国外 什么也买不到一样 你得换成美元才行 罗马也一样 铜在他们罗马村里是货币 但是拿到地中海沿岸其他城邦那里 啥都不是了 所以只好开始采用大家都认可的美元 啊不对 是银元 那时候地中海的硬通货 是希腊人搞的银元 从那以后 罗马人就落入了重金属诅咒 帝国在扩大 但是贵金属供应量 一直赶不上帝国的扩张速度 于是贵金属就有了通缩的趋势 也就是说 今天你拿着一块钱 去买了一个吉娃娃 一回家就被你老婆 劈头盖脸一顿骂 他说明天这个货币就会升值 你今天就花了 你不是个败家老爷们 你是什么呀 所以罗马人就都学经了 把钱藏起来 能不花就不花 这样流通中的银子 可不就越来越少 银子越升值 大家越窝藏 进一步通缩 现在欧洲那边还能偶尔挖到 罗马时期老百姓叫藏的金银呢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 帝国发动战争机器 四处征战 攻下每一个产银子的地方 顺便把那里的财富 纳录到帝国版图 所以大批帝国军人走向边疆 开始开疆阔土 向北打到日耳曼地区 向东打到波斯人的地盘 地中海就变成了帝国的内湖了 而且罗马由于元老院的贵族们 不能直接经商 所以这些贵族后来都演变成了放高利贷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金融贵族 同时罗马在扩张的过程中 形成了巨大的战争利益集团 军工系的人生目标都是发动对外战争 占领新征服地区 抢劫财富补充国内财富 慢慢形成了路径依赖 军工集团和元老院的金融贵族 就形成了帝国双轮 一旦对外扩张停滞 开放型的系统一直持续向外丢失财富 却得不到补充 当时罗马人一直在向东方用金银去购买丝绸和香料 长期贵金属流出 当时的丝绸巨贵无比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 说丝绸跟同等重量的黄金一个价格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罗马迅速由胜转栓 罗马军队在对外战争中 没法再取得胜利 不代表他们在罗马内部不再重要 事实上 直到罗马灭亡 帝国军人们都是最重要的一股势力 罗马后期由于社会畸形 生产和种地不再能赚到钱 人都转向了金融领域 以放贷为生 这一点不只是在罗马 几乎所有的强国到最后全部空心化 国家不适生产 变成了高利贷帝国 推高资产倒买倒卖 普通老百姓被洗劫越过越穷 所以罗马后期出现了一个我们非常眼熟的场景 以借高利贷为生的金融贵族 和以打仗为生的军工集团成了帝国双臂 罗马的军工势力一开始是由罗马皇帝来控制的 后来失控了 军队开始控制皇帝 甚至罗马皇帝成了军队的傀儡 在罗马的最后岁月 短短的40年中换了57个皇帝 而且几乎全部死于非命 战战兢兢的皇帝们稍微让军队不满 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到最后罗马被自己的军队给灭了 死时的军队已经彻底退化成了蛮族共用兵 当然了 罗马不是最后一个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被军工复合体拖的七昏八素的国家 就是苏联 尽管我们经常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预言苏联崩溃就跟你现在预言美国要分裂一样 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精神病 不过我看到几个大V铁口直断 美国近些年要解体 变回当初北美十三中那种邦连 现在是联邦啊 如果真分裂了 他们将会一战封神的 苏联的崩溃原因非常多 尤其是从历史后视镜来看 以至于哪个是主因基本没有人知道 其中有一点对苏联伤害特别大 就是苏联的军事工艺 苏联由于立国那会儿就在血和铁中成长 建国三十年就打了三场刻骨铭心的战争 从那以后就得了一种受虐综合症 后来的事我们知道 疯狂在国防产业上上产能 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必要的范围 巨大的军工体系就跟个吞金兽一样 吞掉了苏联绝大部分工业和人力资源 他们内部极度浪费 而且各级领导为了自己的岗位出业绩 都夸大自身重要性 高层决策中也太过倾斜军事工业 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 而这些年的美国也明显出现了这个趋势 跟古罗马越来越像 华尔街和军工系 就是古罗马的元老院和军工集团 美国的体制更多的是 沿袭了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各个利益集团 大家都到议会里面来一起辩论 国家的资源就那么多 你们辩 谁能给帝国带来更多的资源就听谁的 该外交就外交 该上炮剑就上炮剑 以前我们也想过 美国爆发内战断了英国棉花供应以后 整个英帝国的工业歇菜了一大半 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各个利益集团大家坐下来谈 看看是直接揭露美国内战 还是去印度中国再看看 当时有大佬觉得奴隶制本身不稳定 就算这次救了美国南方 将来还要再开一仗呢 不如一劳永逸去东方看看 印度人才是天生的好奴隶 去印度搞事大有可为 而且中国有三色一人 是个巨大的市场 也可以搞一搞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北战争爆发后 美国南方奴隶主们 眼巴巴的等着英国介入 后来亚特兰大都被烧成废墟了 英国人都没有露脸 英国人先去打了印度 又去打了大清 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现在美国也差不多 国内有好几只重要的势力集团 比如红脖子 华尔街 军工系 硅谷系 还有沙特支持的智库 石游戏等形成了一堆利益体 一起竞争资源 比如川总在任时 有段时间要驱逐部分的印度马处 其实就是红脖子 要打那些跟他们竞争岗位的新移民 因为新移民要抢红脖子的工作嘛 所以红脖子们 希望川总驱逐新移民 误伤到了硅谷 一堆硅谷的高科技企业里的印度马农 也得卷铺盖走人了 还有段时间叫嚣着要进攻波斯 纯粹就是军火系在捣乱 不过代表着华尔街的姆努钦一直在修复关系 美国国内是遍地小派系 不过最大的最有权势的 能影响到国家政策的 当属犹太财团 军工复合体 还有石游戏 犹太财团主要是华尔街那伙人 在共和党民主党都有 利益诉求内部还不大一样 比如一部分更关心全球化 他们要拿着美国国内的巨额资本 去海外放高利贷套利嘛 所以谁反全球化 他跟谁结啊 代表华尔街在白宫的 就是大家熟知的姆努钦 姆努钦就是典型的 华尔街犹太资本家 高盛大佬 美国前财政部长 像其他犹太资本家一样 有好几个老婆 身边永远都有一个 年轻妖艳的演员 或者模特老婆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不是要指责 别人私生活 而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犹太资本家的整体风格 在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 姆努钦其实是反对川普的 他一直都是希望 尽快结束贸易摩擦 回到贸易主线上来 这也是他们华尔街资本的 共同原则 生意第一 国家第三 那第二哪去了 第二就是以色列 所以川普上台后 出台了一系列 讨好以色列的政策 比如承认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首都 都是这个背景 可能川普自己 非常讨厌华尔街 因为川普的选民 都讨厌华尔街 但是大家都有不得已 政治的本质 就是支持你的人多不多 力量够不够大 贴一个微博截图 大家感受一下 努母亲 为什么我们讲的是 军工复合体 却先要讲努母亲呢 因为相比较军工系的 低调温和不张扬 华尔街的人 更加诈乎一些 也更容易被主流目光 所捕捉到 有助于大家理解 美国的政治形势 感受一下 院外势力集团 是怎么影响美国决策的 军工系不咋露面的 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事实上 军工系是川普上台的 最大的支持者 和愤怒的白人红脖子一样 是川大爷的铁牌 川大爷上台依赖的两股力量 就是红脖子和军工系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这么大一个组织 好像之前没怎么听说过 其实是咱们不怎么听说 美国人早就知道这事了 并且美国内部 对这个事的讨论 也有很多 比如艾森豪威尔 艾森本人经历过 美国军队的从小到大 当初1932年 麦克阿瑟驱逐退役 一战老兵的时候 艾森还是麦克阿瑟 手底下一个少小参谋 他平时上班 连个专车都没有 传递国防部军情 还得去坐公跳车呢 当时的美军只有30万人 规模差不多是 现在130万的领头 而且武器落后 装备和战术水平 也处于一战的水平 但是到了二战结束 美军已经成了一个 拥有一千多万军队 以及一千两百艘战舰 几十万战机的 超级军事枪国 在二战的过程中 美国的军事工业 得到了大发展 一方面是很多国家 比如英国 法国 甚至日本 都在向美国购买军事物资 尤其是日本 我们以前讲过 日本超过75%的战略物资 都是从美国买的 包括石油 钢铁 武器 机床等等 英国就更别说了 大规模变卖了 几百年来积累的海外 几乎所有美国人 能看得上的资产 向美国购买武器 另一方面 美国自己那些年 一直在寻求 走出大萧条的办法 所以珍珠港事变一爆发 美国立刻大规模发债 向民间筹集资本 然后去军火商那里 购买军火 电影《父辈的旗帜》 就有讲到这方面的内容 这也就是说 艾森豪威尔 从他参加工作时 美军只有30万 在列强中排不上位 到他1960年离开白宫 美国成为了 全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 军事工业的产能和规模 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状态 后来我们熟知的原子弹 计算机 以及美国队长什么呢 都是国家给军方的预算 军方再去拉一堆公司搞科研 加州就是那个时候 一跃成为了美国的一线州 钢铁加他爹也是同时期起步 成了军火巨头的 此处不要杠啊 方便大家理解 而且1960年 艾森豪威尔 曾经准备跟苏联的 赫鲁晓夫会面 商议包括限制战略 核武器在内的裁军协定 结果就在会谈的前夕 美国U2高空侦察机 在未经总统授权的状况下 入侵苏联 被击落 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艾森豪威尔大发雷霆 这也是他为什么 在卸任的时候 发表电视讲话 提醒民众警惕 军工复合体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这样说 建造一架轰炸机 可以进30所学校 50英里的高速公路 而造一艘驱逐舰 可以给8000个人 盖房子了 建学校修公路 盖房子 可以促进福利 进一步增加社会的 整体福利 造那么多驱逐舰 能干什么呢 所以艾森豪威尔说 绝不能允许军工复合体 危害我们的自由 或民主进程 我们不要对此心存侥幸 当时就有媒体 描述了这样一番景象 国防承包商 天天给大家描述 可怕的敌人 包括并不歉于 苏联 穆斯林 中国朝鲜等等 吓唬大家 让大家知道 这个世界并不安全 随时会有恶魔 威胁到自由世界 然后国防承包商 在国会的议员们 慷慨陈词 让政府批准 更多的军费开支 送更多的军人去海外 招惹更多的人 让美国有更多的敌人 然后敌人攻击美国 国防承包商 就描述给大家 世界有多可怕 当时美国人民被吓到了 政府一度也开始 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很快上台的 就是肯尼迪嘛 说到肯尼迪 大家一般会想起两件事 一是在他任上 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二是他后来在敞篷车里 被狙击手给干掉了 头盖骨都飞出去了老远 还是他老婆给捡回来了 场面一度很失控 古巴导弹危机 一下子吓坏了美国人 从此天天没了安全感 而美国军方也发现了个小九九 跟其他列强发生冲突以后 去向国会要钱会异成容易 从那以后 美军就学会了一个碰瓷的毛病 每年快到要钱的时候 就会出去碰瓷 有一次伊朗击落美军侦察机 当时美国国内的评论员说 军人们想钱都想疯了 想要钱你就直说嘛 怎么把小飞机都丢到伊朗去了 事实上 整个冷战中 除了核弹储量 其他领域 美国一直都维持着领先地位 但是美国内部 一直在鼓吹自己受了苏联的威胁 这样表达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全民的斗志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天量国防经费顺利通过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现在苏联解体后 最大的敌人已经没有了 美国内部的官僚依旧在狠狠踩俄骨 这种状态也持续到了现在 川普上台之前 他竟然天真的以为 美国对俄罗斯实在是太刻薄 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加油站 对美国已经没有威胁了 美国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俄罗斯呢 但是他上台之后继续敌对俄罗斯 说白了 跟上文提到的苏联官僚是一样的 美国现在高层 全是当初冷战的苏联问题专家 他们最了解苏联 不搞俄罗斯的话 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就没有用了 而且美国海军和战略远程部队 就失去了最大的假抢敌 预算必然会下降呢 拿中国去向美国老百姓都受焦虑 明显不靠谱啊 所以川普一开始跟俄罗斯眉来眼去 官僚们就开始各种捣乱 甚至把川普的国家顾问以通俄的罪名给赶下台了 然后又开始调查川普通俄 川大也没办法 只好跟着官僚们一起反俄吧 当然了 这些事不明显 最明显的一件事发生在2018年 当时川普刚上台嘛 竞选的时候为了拉拢军工系 说是要扩军备战 但是他一上台就发现 国债高的离谱啊 气势汹汹的要削减开支 因为美国政府的国债太高了 早在2018年就超过了21万亿 都快赶上全年GDP了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那部分 全拿去还利息了 美国的各个智库都警告政府 就这样发展下去啊 政府可能会连利息都还不上了 最后弄不好就不是联邦停板了 而是美国政府破产了 那钱都去哪了 干了下面这些事 所以川总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缩减开支 针对上图提到的美国财政三座大山 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比如干掉奥巴马的医保 还要砍掉一部分军费 反正是不能增加军费了 一度甚至考虑过给联邦雇员降工资 但是传出来砍军费没多久 就遭到了参众两院的大佬联合反制 一群大佬们站出来联合施压 白宫又突然改口了 说啊 我逗你们玩的 军费不但不砍 而且2020年美国军费开支 要在2019年的基础上增加3% 惊不惊喜啊 开不开心啊 对于军费花哪去了 美国国内的质疑声很高 比如彭博社就曾经连续质疑 说国防部的钱大部分都花到了研发上 所以绝大部分开销都是有过程没接过 让国防部出来走两步 国防部呢就装作没听见 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但如此 美国国内这两年最敏感的一件事就是伊朗 伊朗这个国家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尽管伊朗绑架过美国大使馆的人 但是伊朗在美国人眼里的形象并不邪恶 美国人不恨伊朗也不怕伊朗 毕竟这个国家没支持过恐怖袭击 波斯人呢也不极端 你不去他们家闹啊 他们也不会主动惹你 所以针对这些年 美国政府一再挑衅伊朗 美国国内对这件事的意见也很大 那种感觉啊 就是熊孩子天天挑逗 隔壁恶犬 家长都看不下去了 标志性的一句话是 医保体系满世界告诉你啊 你有病 军工复合体满世界找敌人 而且还创造性的发明了 敌人缺乏综合症这个词 当初军工系煽动奥巴马去打叙利亚 后来奥巴马跟他的幕僚 在白宫草坪上溜达了一会儿 一段叫停了进攻 后来他对周围的人说 他觉得自己差点被手下的人给忽悠了 到底被谁忽悠了 为什么忽悠他 你们都懂的 在伊朗打飞机这个事件中 美国国内媒体也认为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军方非法侵入伊朗 并且故意把侦察机放低 然后被击落了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说的去打伊朗 不过最后关头还是被川总给叫停了 这川建国他也不糊涂 毕竟打伊朗这事无力可图 最后肥了谁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细节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大体还是清楚的 正如一个金融史专家说过 所有商业家族最后都会演变成高利贷家族 所有的超级大国 最后无一例外的都会变成高利贷帝国 在军队的支持下去放高利贷 或者收铸币税 而且这里也有个问题 美军和美元之间是一对鸡生蛋诞生鸡的关系 有了美军才有美元 毕竟现在的美元背后没有黄金做支持 而是暴利做信用 有了这种信用 美元可以在全球买这买那 委内瑞拉的货币却什么也买不了 同时有了美元收全世界助币税 才能养活得起美军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美军只会是越来越大 然后联合其他利益集团 越来越频繁的去找事 而且正如美国人给他们自己诊断出来的那个病 敌人缺乏综合证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军工复合体的怂恿下 美国会继续在全世界挑起事端 不断的搞事 毕竟搞事就是某些组织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 请三联合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